还有我们的张嘉义老师 专注演魅力型男大叔 多少女性心目当中的偶像 我要跟张老师悄悄地说一句话 如果您特别忙的话 我是说特别特别忙的话 您告诉我一声 我觉得大叔这条路我也准备好了 还有我们可爱的严妮老师 严妮老师已经转战大荧幕 但是时不时的惦记着回来 在我们的电视音频上 享受观众带给你的那一方舞台 这也是一种安分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刘涛 刘涛现在简直是安分能干 受到全国的婆婆们喜爱的 贤惠良妻的典范 谢谢刘涛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原来打包行李是一件有美感的事情 有安分的就有不安分的 我首先要说一个不安分的人 是我多年的好友 我特别心爱的一个男人 黄磊黄老师 不安分的 从文艺徐志摩到都市男闺蜜 再到人见人爱的多霸 这就算了 居然他还是一个那么懂得生活的黄小厨 这我也不提 他居然又跑去当什么电影监制 话说回来 他监制的那部电影《枝子花开》 这名字到这导演 我觉得都挺优秀的 还有一个不安分的是我的同行 朱丹 太不安分了 昨天还在主持我们精英节的互联盛典 今天居然以入围演员的身份 坐到颁奖典礼的最中间 叶子医生 你这样做 让我们这些年年喊着要入围 要坐在下面 要来领奖的人情何以堪 旁边乔振宇不要笑 不安分 乔振宇不安分 他明明不是以古剑奇谈入围的 但是今天他和李一峰 陈伟平 扎堆来什么意思 几个意思 几个人帅得这么不安分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现场女观众的嗓子 和现场男观众 以及男主持人的心情 另外我还要提一个不安分的人